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在星座的世界中 每个星座都有其独特的性格特征和倾向 这些特征决定了他们在人际关系中的相处模式 天蝎座作为一个水象星座 以其深邃热情和强烈的情感而闻名 他们在爱情中寻求深度和真实性 因此有些星座可能与他们的性格不太相容 一 双子座 双子座可能是天蝎座最难以接受的星座之一 双子座以其多变 善变和表面化的性格而著称 这与天蝎座的生成和认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蝎座在情感上寻求的是深度和稳定性 而双子座的变化无常可能会让天蝎座感到不安和不信任 此外 双子座的交际能力和天蝎座的占有欲可能会产生冲突 使得两者难以建立起深层次的联系 二 白羊座 另一个可能与天蝎座不太相容的星座是白羊座 白羊座以其直率 冲动和独立而闻名 他们的性格可能会与天蝎座的生思熟虑和控制产生摩擦 天蝎座在情感上需要的是理解和共鸣 而白羊座的直接和急躁可能会让天蝎座感到不被重视 此外 白羊座的冒险精神和天蝎座的谨慎也可能成为两者之间的障碍 三 处女座 处女座也可能是天蝎座难以喜欢的星座 处女座以其批判性 分析和完美主义而著称 他们的性格可能会与天蝎座的情感生成和直接产生冲突 天蝎座在情感上需要的是接纳和理解 而处女座的挑剔和分析可能会让天蝎座感到被副析和不被接受 此外 处女座的理性和天蝎座的感性也可能会形成对立 使得两者难以建立起真正的联系 四 射手座 射手座也可能是天蝎座难以喜欢的星座 射手座以其乐观 自由和不洁而文明 他们的性格可能会与天蝎座的控制欲和占有欲产生冲突 天蝎座在情感上需要的是忠诚和专一 而射手座的不定性和追求新鲜感可能会让天蝎座感到不安和不信任 此外 射手座的坦率和天蝎座的复杂也可能会成为两者之间的障碍 天蝎座最难以喜欢的星座往往是那些性格语 他们相反或者难以理解他们深层情感需求的星座 无论是双子座的善变 白羊座的冲动 处女座的批判性 还是射手座的自由精神 这些星座都有可能与天蝎座产生冲突和不和谐 然而 重要的是要记住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无论星座如何匹配真正重要的是双方的理解沟通和尊重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